大家好,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 广东队三外软宣定揭晓,猪方稳坐雕入台 阳明已不是杜风对手 今天和乔民们一起来聊一聊广东队的最新消息 众手周知,目前西边联赛正取在休采期间 很多球队都在不停地进行招兵埋马 开始备战第二阶段的比赛 众手周知,在西边联赛中 球队的外软依然占据着很大的分量 而且,一支球队如果拥有合适的外软组合 那将会给球队冲击总冠军增添更大的把握 因此,很多广东队的球迷看到马桑布洛克斯 因三无法归队,也是一直期待着广东队总经理 郡方稳能够为球队带来第三名外软 那么就是近期,关于广东队三外软的旋令已经揭晓 郡方稳在近期接受采访的时候 提到的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他认为做一名总经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要为球队审情 因此,朱发如的淫外之意 也就是说了,不会轻易出手去签约第三外软 那么可能很多球迷就感到有一些担忧了 如果广东队采用单外软 是否能够取得好成绩呢? 那么接着呢,朱发如还透露了另外一个消息 可以看出啊,朱发如确实是稳坐雕如台 胸有成组 为什么这样说? 朱发如他的意思就是说了 球队的引然计划实际上取决于杜丰指导的需要 如果说杜丰指导需要引进第三名外软 朱发如应该能够达成要求 那么因此啊,可以看出广东队目前依然底气十足 也就是说了,以目前的两位超级外人 马尚和威姆斯足以可以抗衡其他球队 那么因此啊,朱发如并没有显得太过着急 众所周知啊,第二阶段的比赛 广东队的灵魂人物威姆斯即将回归赛场 目前啊,已经结束隔离 后期啊,将会和球队合力 众所周知,威姆斯在广东队不只是进过他的力气 更是广东队防守反击的发动机 因此啊,威姆斯第二阶段回归球队之后啊 广东队将会如虎轻翼 第一阶段,广东队啊,已传华班已经取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 等到威姆斯正式回归之后啊 那么辽宁队啊,恐怕已经不是队神 那么辽宁队,虽然本赛季啊,也引进了新的外人 但是,以福格和莫兰德的实力来看的话 广东队的威姆斯和马尚啊,还是差了一个档次 而且啊,辽宁队的外人组合啊,还需要时间进行磨合 他们是否能够和郭艾能、张正宁等核心球员 形成很好的化学反应啊,还需要比赛来进行验证 那么对于广东队的威姆啊,第二阶段的整体实力将会明显提升 那么首先啊,战神一阶龄随着第一阶段的磨合 现在啊,状态越来越好 再加上啊,第二阶段的比赛啊 广东队的内性小魔兽徐鑫啊,很有希望登场比赛 到时候啊,广东队的内性实力进一步提升 将会给辽宁队啊,造成很大的麻烦 而且啊,辽宁队的少帅阳明啊 在直较精英上面,根本就不是杜峰的对手 杜峰啊,对于球队的掌控能力啊,更强 因此啊,我个人认为 本赛季啊,争冠的最大热名球队啊,依然是广东队 球迷朋友们,认为呢,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